第三个,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城市海林化 第二个,我们的农场把它垂直化 第三个,我们的社区,不管是山区也好 不管是亚海也好,我们要把它城堡化 所谓的城堡化,就像我们今天去看距离游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些城堡一样 那些城堡它建在山上,它其实是非常的坚固 它自抵自足,它可以维持 就是万里有军队来围攻它 它在里面还可以继续的存在 我们今天就是一样,西游满化就像一个战争一样 过去的战争是人跟人之间的战争 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的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发动,自己引起来的 但是面对战斗的冲击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房子建得非常的坚固 那这个是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它可以承担什么 承担非常重大的像土石流 像这个海浪它的一个侵袭 它是像一个城堡一样 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居民它住在这边 它可以很安全 所以我们将来所有的这种建筑物的设计 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安全 没有安全,你家里的建得再好再漂亮都没有意义 面对这么强的雨,这么强的风,这么高温的这种环境 我们其实安全是我们家园环境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山区在海边都需要建立像这样子的一个坚强的 可以让我们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 那这种城堡在我们台湾海边尤其是需要 我们刚刚说台湾发生这个海啸的话 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的东北海岸 一个是我们的西南海岸 那东北海岸当然是很严重 可是你知道西南海岸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你从这个屏东一直到这个俄兰比 就是到这个墾丁 沿途的那个海岸公路非常的载 根本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海啸一来我们根本逃的机会 逃的那个空间都不够 更不要说时间了 上次在日本311海啸的时候 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清洗到它的这个 现在的沿海有40分钟 所以在这40分钟的时间里面 很多人就开始这里就开始躲避了 我们呢我们连15分钟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距离太短 所以15分钟你可以跑到哪里 你就是开车像在屏东那个地方 你都能够开得很有限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所有的沿海的地方 建立线这样子的一个海啸 躲避的安全中心 海啸警方一发布 我们必须让居民 让这个民众在10分钟的时间之内 他就可以躲避到像这样子的一个 安全避难所里面去 当海啸过去了以后 他在里面再出来 虽然说是环境受到终极 但至少我们的生命受到了保障 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的社区要开始尽量把它设计成城堡的这种安全性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台湾发生这个台风的情况 这是我们过去所发生的情形 这情形当时我们说你可以看到 马拉克台风的时候 我们整个山通通都垮下来 上面下面所有的这个村落都被它淹没了 那这是新的这个台风整个庐山地区 这个河床被淹没 然后旁边的旅馆通通倒塌 那这种情况未来还是会反复发生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建筑设计的观念都要开始更新 那这是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海边要把它游轮化 那这就是欧洲 这是荷兰设计的 这是Water Studio他们公司所设计的一个浮动码头 你看这个浮动码头外面可以这个停靠大型的这些轮船 那里面可以去靠国这些小型的这些船舶 然后它是浮动式的 所以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能源 有它自己的水资源的进水设备 然后如果说需要的话 它还可以左右前后的这种移动 离开危险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努力去发展的 那荷兰已经开始设计 它已经开始要去规划制造 然后将来它还会败到全世界各地 那我们台湾其实未来 今天不管是任何一个渔港 我们任何一个海岛 在未来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使用的机会 也上升了它的功能 我们将来一定需要像这样子的浮动式的 那这一次在这个2010年上海 有着世界博览会 世界博览会里面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设计 它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 航空母舰一艘是专门主人的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游轮一样 上面都是可以居住的 每一家都是一个单位 然后大家有公共的会议空间 休闲空间这个游泳池 另外一艘它就是专门做净水处理 做粮食生产的 所以两艘并在一起 就是一个浮动的城市跟社区 那将来我们都是一样 面对海平面上升 我们今天可以用的以后都用不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游轮化 把它可以浮动化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是告诉大家 面对气候暖化 第一个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健康 你一定要刺激 可以这个阴影 不要生病 不要倒下来 第二个 一定要注意环境的危机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起床第一件事情 先看看中央气象局的气象报告 看看我们最近的环境的一些重要的讯息 特别是跟我们家园人有关的 第三个 一定要发挥我们的创意 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冲击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都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 我们不能够再用过去那种想法 那种思维来看我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一定要跟孩子们说 你好好学 你好好去发挥 你将来碰到的情况 都不是爸爸妈妈 未来会发生的 你一定要自己去预议 你做得越好 你的商机越高 你的存活率也越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 所以改变 第一个要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 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一定要 学习过一个简薄的生活 我们过去太浪费 我们过去太破坏我们的环境 我们需要节约勤劳 我们更要做节能审探 节能审探绝对不是口号 它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实践的 不管是神水 神殿 神指 走路 外食 扫肉食 都是我们可以节能审探 所发挥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台湾现在一年平均 每一个人放出来的这个 温氏气体二氧化的含量 是将近12公吨 你可以看到越来越高 过去才5.5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降下来 我们知道愿意节能审探 我们知道可以将近3分之1以上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做的 我们在这个节能审探方面 我刚刚说这个少肉食 真的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吃一克牛排 它所排放的碳是16.5公斤 我们吹一个小时的冷气 也不过是0.6公斤 所以你只要少吃一克牛排 你就可以吹27个小时的冷气 那同样你排放的碳 还是没有增加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要知道说 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的资讯越完整 越清楚 越正确 我们的将来的方案就越好 对我们的环境会有余 越有利 我们的策略就越完整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都改变 我们都要用不同的思维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都像我们的投票一样 我们投票的时候去选择什么 选择我们觉得是最好的 我们用投票来决定 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在 我们的这个市场上卖 可不可以它在我们的未来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 花每一张钞票的时候 我们都好像把它当做在投票一样 让我们的环境 透过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 透过我们的选择 透过我们的自动方式 来达到良性的一个方向